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一直我們都知道在自然醫療裡面 九大致病的原因 其中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的情緒方面 我們的情義結 而在調查之中 有85%的癌症病人 他們都是有一些情義結在背後 影響到他們的健康 其實在這一方面 可不可以和大家的聽眾分享一下 怎樣我們可以 正如我們今天的題目 EQ 決定我們的健康呢 很多人經常會 在我們的病人裡面 很多人都會說 他說我真的很大壓力 為甚麼病 他會寫得很清楚 我有很多壓力 壓力當然來自工作方面 可能工作不如意 或者同事方面的糾紛 或者老闆對他有些壓力 有些經濟的損失 也有些家庭方面 其實他很多時候 病人都自己都會承認 他的病人 他的病人其實是在說壓力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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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也有一個 聽到有一個 應該是真事的 真人真事 有一位女士 她被所謂的祈福黨 騙了一些錢 那麼騙得都 多少我們都不知道 她基本上 她可能她 過去家庭都很多壓力 因為老婆可能經常 好像賭錢 然後她那個女兒 就要 要結婚 有結婚戒指 讓她保管 但是她很不幸 遇到一些 祈福黨的人 其實祈福黨的意思 很多時候 那些人遇到一些 不如意的事 就被人說 我和你消災戒戒戒 所以祈福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你做些事 其實廣山來說 很多人都會有的 一般人一身 都會有很多這些 挫折 壓力 不愉快的經歷 遇到一些困難 所以 有些人和你講起 他們會覺得 是呀是呀 經常以為 這些是一種 天意 或者 一種 命水 可以消災戒難 是呀是呀 你給錢 做些某種的事 是呀是呀 一向自古以來 中國人都有這些 這樣的觀念 是呀 我們以前 可能去一些廟宇 參拜一下 添一下香油 這些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以 覺得可以幫他們 消災戒難 好些 是呀 我們新型也是 是呀 要換去換那個 風水呀 命水呀 Anyway 這個 這個案子 這個女士 也是這樣 當然 家人最初都不知道 是 但最後來 因為分期到了 戒指 要慢慢準備 就開始問媽媽 拿戒指的時候 她拿不出 最初她都 家人都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最後來覺得 真的有問題 就問媽媽 她是不是 你被祈福黨騙了 就是說一句 這樣的話 那個女士 她媽媽 就直接 情緒崩潰 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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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不可收拾 結果 就沒辦法 就入醫院 當然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入了精神病院 嗯 到最後 我聽到的資料 就 她直接 就是要入青山 你知道 一般的人 如果是精神病 嚴重 就是 入青山 通常都不會再出來 是 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 挫折 當然 她有一個經濟的損傷 她可能那個 面子的問題 怎麼會這麼蠢 被人騙 很多這些因素 令到她 是看不開 接著她 整個人是崩潰了 精神崩潰了 所以 其實是挺可惜的 是 我亦都聽到 香港有很多 都騙案 嗯 也有些人 騙得挺厲害的 但他們的反應 又不一定會變成 所謂的 是 不是的 很明顯 是我們的人 是處事的人生 處事的手法 和那個人生觀 嗯 那 在懸疑裡面 經常都很認定 其實大部分的病 是都有 背後的有情意結的 是 所以我經常都說 情傷情傷 EQ 其實EQ 在某個程度上 可以說是 很大地影響你的健康 好了 我們在網上 經常都 現在幾多這些有關健康 做人態度 做人那些 那些這樣的道理 那些 資訊很多 那我最近也收到一個 我覺得 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是 當然有些聽眾 可能自己也收到這些資料 但是有些 未必有收到的 那我和大家分享這個 好啊 這個故事 那其實是講幾個故事的 那他第一個 他第一個 一個買一個 池碗的老人家 挑著一個蛋挑 在路上走 那突然間 有一個碗 池碗就跌到地下 砰 打碎了 但是這個老人家 頭都不會 繼續向前走 是 那老人家覺得很奇怪 那 問一下 為什麼你的碗 掉下來 你看也不看呢 看也不看 那老人家答到 我再 我再 怎樣去回頭看呢 那個碗 也是碎了 是吧 是 他已經知道 聽到 會是打得下去 是 其實呢 這個那個感悟 那個故事就說 他說 掉了的 失了的東西 就要學到去接受 要學到放下 就是已經是失了了 畢竟很多時候 是不會因為你悲傷 就會回來的 結果是會因此而被改變的 那些人呢 就有一種 在西方 有些說的 有些異語就是 就是 Don't cry over a spilled milk 是 就是 牛奶倒舍了 是 哭都不餓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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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們都見到 很多時候 香港的家長 有時候見到小朋友 不小心 真的可能倒舍 有些家長 就會破口大拿 打個小朋友 不小心 是吧 但也有些家長 可能EQ 懂得教小朋友 是不會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其實 小孩子當然 小孩子 很多時候 還是小 是吧 他們通常就是當莫無其事 幫他抹 叫他 下次小心點 沒錯 所以是很視乎 你的反應 是 如果有家長 遇到小孩子 不斷來打他 敲他 肯定對小孩子的 情義方面 會有很大的 壞的影響 這就是第一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 就是這麼說 一個鸚鵡 遇到烏鴉 隆重的鸚鵡很安逸 但是野外的烏鴉 是很自由的 那鸚鵡 就羨慕烏鴉自由 而鸚鵡 就羨慕鵡的安逸 那兩個 兩個料 大家商量 是大家交換 交換的位置 好了 換了之後 當然了 烏鴉就得到安逸 但是呢 難得主人歡喜 主人不喜歡烏鴉 英鵡漂亮很多 結果就是抑鬱而死的 但是英鵡 就得到了自由 但是長期安逸 是不能夠獨立生存的 結果就餓死了 好了 這個故事是說什麼呢 它說呢 就是不要盲目是無人家的幸福 OK 因為呢 人家的情況 是未必適合你的 當然呢 老了 如果人家 就不要去攀比 過好自己的日子 你享受好自己的生活 才是黃道 就是有些人呢 永遠呢 是覺得呢 是隔離飯鄉 是 就是好像在西方 就是 the pasture is greener 永遠是人家好過自己 是 自己相信自己非常之好 我也有個朋友 都是的 永遠是覺得呢 人家的老公怎麼好怎麼好 老公又賺到錢 又給他錢 老婆 其實他自己一點都不差 但是你會看到呢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三個故事 他說呢 他說有一個人呢 就要 要開湖 叫燒湖開水 那就 就是煮滾些水 那些火呢 就燒到一半時候呢 發現 咦 不夠柴喔 那他怎樣 怎樣算好呢 那有些學生就 這個老師問的學生 那學生說呢 我們回去找一下 就是看有沒有找多些柴 那有些人說呢 不敢要 去借也好 去買也好 那老師就說 他爲什麽你不把湖裏面的水 倒了一些呢 是吧 那你就可以煮到滾水 是吧 倒了一些 倒了部分水便可以 那那個學生 突然之間 就是想到了 他說 這個故事就說 他說 世事總不能夠萬觀如意的 有得寫 才有得得 就是要放棄才可以得到你要的東西 就是好像這個case來説 那些人想拿到滾到的水 那很簡單 你倒了一半水 倒了一些水便便拿到滾水 那也是 人到老年呢 是精力總會有限的 不如呢 倒了一些水 只是專注自己歡喜的人和事 是吧 就是不要令自己做到筋皮力卷 應付不累 就是量力為出 就是自己有這樣的精力 有這樣的經濟 那就享受自己能夠做到的事情 那就是有時候 就是說呢 其實退一步 減低一點點 是吧 不要要求那麼多 那其實你可以拿到的了 那這個就是第三個故事 第四個故事又很有趣 貓和豬是一個好朋友來的 有一天呢 就貓跌了到一個大的心坑裡面 那豬就拿一條繩了 那貓呢 就叫那豬呢 就拿一條繩 拿一條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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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豬了 那貓呢 那貓呢就很抑鬱 他説呢 你這樣扔下去 那怎麼拉我上來呢 那豬就問 那不怎麼樣呢 那你應該 那你應該拉著 那條繩的另一個頭 那豬呢 那豬呢 就說是喔 那馬上跳了下山下 跳下去 那拿著另外一條繩 另外一條呢 就說 好啦 現在可以了 那樣子 就拿到另外一條繩 那貓呢 就哭笑不得 那雖然哭呢 但哭得自己覺得很幸福 為什麼呢 那有些人是未必很聰明的 但是呢 他是你 是你真實的朋友來的 那這個故事也是對的 有時候呢 大家都是的 有珍惜你身邊的人 雖然他有 有時候有些地方是未必如意 是不是 說一些是未必對的 但是呢 他也是對你 是忠心的 那這個 一個很有價值的 那第二個故事 那一個老和尚 問一個小和尚 如果你呢 走前一步也是死的 你走退後一步也都死的 那你應該怎麼算好呢 那小和尚呢 毫不由於這樣說呢 我就是向旁邊走 旁邊走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天無絕人之路 人生路上呢 是遭遇的 進退兩難的情況之下呢 你換一個角度 你都想一下呢 他可能呢 你就會明白得到呢 路的旁邊呢 其實都是路來的 嗯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 語言 是 那有些人就是這樣 就是想不通 知不知道 塞了在這裏 整天都好像覺得 哎呀死路一條 前進不行 前進不行 其實他 我們整天記得 就是在那個思路呢 叫think outside the box 然後不要困在這裏 你在那個盒口 外面來想想 你會看到另一條路走出去的 好了 那第六個故事 有一天 有個小白兔去釣魚 一無所獲 第二天 又去釣魚 也是一樣的 到第三天 剛剛到呢 就有一條大雨呢 就河裡面 跳出來大叫 他說 你還在那裡 用這些胡蘿蔔 當魚餌 當魚餌 我就要打死你了 嗯 那大家知道了 白兔很喜歡吃蘿蔔 但是魚是不喜歡吃蘿蔔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你經常都是想到 自己想要的那些東西 就是你經常自己好的東西 就是要給對方的 因為他自己覺得是好的嘛 嗯 但是呢 就不是想到呢 對方真的是需要什麼東西 是不是想要的呢 因為很多時候呢 就是做父母都是這樣的 就是以他自己的過去經驗 自己的價值觀呢 就是加諸於那個小朋友身上 那個子女上面 那他以為這個為他好 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他為你好而已 那他慢慢想不到呢 其實他認為好的東西呢 他認為適合他的東西呢 其實未必適合過子女的 是的 時代可能都不同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說的 那就是你孫女那些東西呢 都不會過分去干擾 所以說呢 不要只是以自己的需要 就以為別人也需要同一件事的 好了 第七個呢 又是好的 一個窮人呢 就問佛了 他說我為什麼會這麼窮呢 那佛就說呢 因為你沒有學了 就是給給別人 那窮人說 其實我一無所有 我會有什麼要給別人呢 那佛就說呢 其實一個人呢 一無所有呢 都可以給其他有七種東西的 那七種什麼呢 那個絲 那個顏絲 就是臉顏的顏絲 顏絲 那就是呢 是營笑 微笑處事 那樣 第二個還有什麼絲 是炎燒 就是語言的了 他呢 是說一些讚美安慰的說話 三個就是心絲 就是揭開那個心 是對人和海的 OK 就是心方面 是 然後眼絲 就是善意的眼光給別人 就是不要整天眼光 惡惡惡惡 就是有時候你眼神 都可以一個很開心 很善良的眼神 這是可以給別人的 身體的身下 以行動去幫助別人的 助思 就是簡單來說呢 揚慰 有時候在地鐵 或者什麼交通的地方 可以讓你的揚慰給別人的 房屍 房就是房地的房 其實是 意思是有 不是給別人家 是 是有容人之心 OK 那就是你人怎樣窮都好 你不一定要給別人物質上的 其實在其他方面 你都可以給別人很多 嗯 好了 那就是說 太多 就是不會太多沒有意義的計較 多些給別人 就是你經常付出 多些付出 那你可能收獲到意想不到的財富和快樂 嗯 這個是很重要的 是 那很多這方面的資料和書籍呢 都有的 就是你要得到一些東西呢 其實你最容易 有機會得到呢 就是你先給出去 嗯 那就是一個回音來的 你的大聲在回音裡面呢 叫出去呢 那你就會聽到一些回音回來的了 好了 好了 第八個了 他說有人問農夫 有沒有種了蜜子媽 農夫說沒有啊 因為我擔心呢 是天不會下雨 嗯 那有人又問了 那有沒有種棉花啊 那農夫說沒有啊 因為我擔心呢 那些蟲呢 就會吃了一些棉花 嗯 那那個人又再問了 那你種了什麼呢 農夫說其實我什麼都沒有種啊 我一定要確保安全啊 嗯 那就是很明顯了 太多顧慮 是 太多思慮了 就會束手 綁手綁腳 一事無成 那就是人老了呢 不如開放自己呢 大膽去嘗試吧 就是不要這樣也不准 那些人不准 太多太多事情 我真的的 我真的遇到現在呢 就是始終我們所謂 大家都是年紀老化啦 嗯 那很多朋友啊 那些同學呢 都是真的很多都已經是退休的 那時候你見到呢 有些是很開心的 是 就是去旅遊一下 那樣 那有些呢 不是經濟上做不到的 但是它就是很多很多顧慮呢 是經常都是這樣 就是 顧慮什麼 考慮什麼 考慮的時候呢 結果是經常都是不開心的 那好了 那這個六個故事呢 雖然很短啦 但是非常有哲理的 嗯 那希望呢 是大家呢 是有機會呢 理不一下呢 因為為什麼我們會在 我們這個自然的法院里的節目 講這件事情呢 因為呢 真真正正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心境 我們的心態 所以我們的EQ呢 其實呢 是最影響我們的健康的 在我的 就是臨床 我都看了成三萬幾個病人了 三十多年來 那麼我們都看到呢 很多那些癌症的病人呢 可以這樣說呢 絕大部分呢 你都可以找到呢 它過去呢 它是一種 它基本的心境呢 是很不開心 嗯 很少 就是很少 心境愈化的人呢 是會有這些 這些嚴重的癌症的 嗯 那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 EQ呢 是決定我們的健康 嗯 就是我們的健康呢 其實不是只是我們飲食習慣方面 是我們的思路 我們的心境 我們的心情 那麼這些其實呢 是很適合我們自己的 當然有些人呢 是遇到 有些人一生很平淡 沒有什麼風浪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呢 是遇到很多波折 很多風浪的 那麼有些人呢 遇到波折風浪呢 是利用這個經驗呢 是加強自己 令自己是更加強壯 更加呢 去提升自己的 有些人呢 遇到這些波難呢 看不開呢 結果被這些波難打倒下來的 那麼其實最終的呢 你的人呢 你的心態 你的心境 你的思路呢 是很大的因素來的 嗯 好 今天就麻煩了阿袁醫生呢 跟我們分享了這些小故事 那從而呢 其實都大家聽眾也可以知道呢 其實真的的 我們那個情緒 我們那個正面 多些正面的思路 正面的情緒呢 其實呢 也都會呢 影響到我們 我們那個健康的 那好像 之前的一個小故事 這樣說 真是說 我好像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呢 開心 歡難一點的時候呢 其實也都會呢 是得到很多的回報啊 至少自己都 不會有那麼憂慎 不會有那個抑鬱症 在那裡先的了 那 好 今天多謝了阿袁醫生 跟我們今天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阿袁醫生會診 電話是25773798 在海外的聽眾 可以透過Skype 跟阿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三個W 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我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瑜理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的啦 今天謝謝阿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